美國總統拜登結束在立陶宛舉行的北約峰會後 週四在北約新城原國芬蘭訪問 並在這裡與北歐五國的領袖舉行美國北歐峰會 更多北歐國家加入北約 預計將會是更有效抗衡中俄在北極地區的擴張 在北歐領導人峰會前 美國總統拜登先與芬蘭總統邵利利利斯托會面 兩個人集中討論改示美國與北歐在安全 環境與技術挑戰方面的合作